我们来看一下上报的头条新闻 前不久 宪法法院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 听取了诉讼 询问证人和专家 并向四位部长询问信息 今天 宪法法院开庭顺利 裁决有关2024年总统和副总统大选争议结果 今天 宪法法院宣读了两项裁决 即关于一号案件阿尼斯与穆海明搭档 和二号案件甘查尔与马福特搭档的请愿书 宪法法院发言人法杰尔于上周五 在雅加达中区的宪法法院大楼表示 该两项决定在同一个法庭 同一个大会上合并 此外还确认各当事人的出席 每方参加的人数不得超过14人 期间禁止任何人进入现场 只邀请参与总统选举争议有关的各方 而支持者可通过直播观看 这里有利于维护审理的局面 另外14名法庭之友也接受调查 但不会宣读法庭之友内容 东朝省马多拉的图努交纳大学学者 苏罗金表示 总统选举争议必须基于宪法法院的公正性 与此同时普选委员会委员伊达姆认为 2024年选举结果肯定不会被取消 因已根据法律规则和事实做出了答复 并提交了证据